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观世仪菩萨的闻生救苦 这个是几乎在大乘佛教家喻户晓的 就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究竟观世仪菩萨是怎么样来闻生救苦的 我们怎么样去求观世仪菩萨来救把 这个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的 因为观世仪菩萨闻生救苦呢 很多人来自法华经的普门品 因为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去慈圣观世仪菩萨的名号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救把 比如说水不能噎 火不能烧 因为法华经是大乘经典的经中之王 所以说它是说如来之界 就是在如来的眼睛里 在如来的境界里 观世仪菩萨是怎么样救度终身的 因为我们开始还不能理解如来之界 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去了解这一点的话 那么好像对观世仪菩萨的闻生救苦就成了迷信 就是说我们无法真正升起正心来 因为我们也求过他 没看见他出来 甚至我们没看见他过来安慰我们一生 也没有看他过来伸出一只手来拍拍我们 抱抱我们 究竟这个闻生救苦它是怎么样来做的 我们今天简单的聊一下 因为观世仪菩萨闻生救苦 其实这个我们在能言经里边 其实它讲得很清晰 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而且很多人并没有重点的去说过这一句话 我现在写的这些 就是能言经上关于他闻生救苦的一些 就是简单的几句话 然后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上边这一句 就是说他是用什么来修行的 获得这个能力的 就是说他为什么称为观世仪菩萨 在《能言经》的第六卷 他跟佛说 我从耳蒙约照三位 原心自在因入流向得三摩体 成就菩提思维第一 始终彼佛如来 看我善得原通法门 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 由我观听十方圆明 故观音明辨十方界 就是说这个里边大概的意思 我从耳根原通的原造三昧境界 得到原心自在 因入流向 其实这个我画在了一个 因入流向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观世音菩萨 是怎么样去证得三摩体 就是说三摩体是证定的三昧 就是证定三昧 还有得三摩体成就菩提 就是说得到正定三摩成就无上菩提 菩提正觉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入流向是个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境界呢 它就是你们这两天修的 耳根原通的一些 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进入无分别的境界 就是说他的心无分别 那么就不管是内在的心声 还是外在的声音 如百昌归海一样 进入他的自信 阴流海中 就是说入流向 就是说他不再分别了 宇宙的一切声音 宇宙的一切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是众生的心音 一切由心所谢 所以宇宙的声音就是众生的心音 所以宇宙的一切声音呢 包括无声的境界 无声也是声音 只是无声 因为心音里边有时候是无声 叫无声 包括有声无声 因为菩萨的无分别境界 而向海穿归海 全部流入菩萨的自信 自信的阴流海中 而四切 因为在这个境界里 观世音菩萨已经进入无分别 那么在这个境界里 他整个已经成为阴流海 观世音菩萨是无相 无形无相 他已经成为经流本身 也就是说 你要了解了这个入流相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世界的一切声音 就是观世音菩萨 好 我们再看第二 世主 我父以此文修文修 金刚三昧无作妙力 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 同悲养故 并诸众生 于我身心 或十四种无畏功德 这个呢 就是说 跟佛说 世主 我父以此文修文修 就是说 用耳根的真文来修悉旺文 我们叫旺文 它叫真文 用文心的真文来修悉 不断地修悉修行 修悉这个妄文呢 获得金刚三昧无作妙力 这是个神通境界了 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 同悲养故 可以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 同起大悲 同怀乐共忧恼 同悲养故 令诸众生 这很重要 令诸就是于我身心 我们首先要进入他的身心世界 于我身心 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这十四种无畏功德 如果你获得 你就可以 免除一切苦难 所以你要进入 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世界 那么怎么样进入 一者 由我不置观音 以观观者 另比十方苦恼众生 观其因生 极得解脱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条 他这个里边就已经说了 他怎么样救助众生了 这个有点二口不太好理解 有我不置观音 不置观音是什么境界 观世音菩萨是声音本身 声音是不观声音的 比如说你们去听一个声音 观与被观者是相对的 这个是观 是吧 这个是被观者 观世音菩萨已经变成被观者本身 他怎么可能再去观声音呢 他翻回来一定是观观者 是不是 他是这样相对的 就是说我已经成为了被观者 我已经成为了声音本身 那么我是自己不观声音的 我不置观音 所以我以观观者 翻过来了 能源进以后我还会讲 会看到里边二者三者四者 全部都是知见学夫 所有的都是翻回来 他成了被观者不是 然后以观观者 这就是说 由我不置观音 以观观者 我去观观者 是吧 另逼十方苦恼众生 观其音声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重要 观其音声是观谁的声音 其 这个其不是观世音 是你们自己的声音 明白了吧 观其音声是自己的声音 即得解脱 如果是你能观其声音 即得解脱的时候 你已经入了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世界 具体做法是 就很简单 就是说当我们在持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比如说 拿摩观世音菩萨 然后马上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声音 就是说你一定要听 拿摩观世音菩萨 听自己的声音 拿摩观世音菩萨 有声也行 无声也行 因为有的龙子 是听不到声音的 但是他能听到自己的心声 有些哑巴是说不出声音的 但是他用心里边去说 他的耳朵是能听到自己心声的 所以龙哑人也可以去这样求观世音菩萨 但是最好是你们能够轻轻地 持送出声音了 拿摩观世音菩萨 拿摩观世音菩萨 然后用你的耳朵听你自己持送的声音 观世音菩萨刹那直接就到达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观世音菩萨那几个字 那个音流就是它 拿摩观世音菩萨 当你的耳朵听到自己持送声音的那一刹那 就是观世音菩萨到来的一刹那 而这个速度比你拿起手放到自己头上还要快 你想想你放到 南摩观世音菩萨吃完以后 你的耳朵已经听到了 听到这个音流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到来了 它已经跟你合为一体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要自己听闻自己的声音 然后把这个南摩观世音菩萨 这几个字呢 当成是观世音菩萨本身 你听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就是认为观世音菩萨已经来了 观世音菩萨 你能够从眼睛甚至看到 观世音菩萨存在在这 你的心里边就这样认为 然后你就真的能跟它合为一体 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 持观世音名号的声音 而且一定要确信 那个声音就是它 它是无形无相的 你似乎从那个声音里看到 一个像或者是什么 看不到的 你要相信那个音流就是它 就是它来到你身边了 刹那直接跟你合为一体 这个要反复地去训练 反复地训练就是入其身心世界第二步 要反复地这样训练 然后你就入其身心世界 那么你能有什么功德呢 虽然你没有原正耳根原通 但是你已经可以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 这十四种无畏功德就是说 遇到任何灾难跟磨难的时候 你不再恐惧 而且能够送接解脱 这也是学习耳根原通法门的解禁 就是说用你的耳朵听自己的声音 全身心地听 然后把它认为是观世与菩萨 很简单 学会了没有 这个法门可以在家修 可以在任何地方修 这个法门很简单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可能有很多的灾难 天灾人祸的时候 把这个法门广泛地传出去 随时可以修 其实最好的修法是 自己坐在那儿 持出生来的自己的耳朵反文 在佛法里 有时候把它叫反文文字性 其实说的没那么圆满 你们可以试试 南无观世音菩萨 当你完全地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已经来临 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几个字就是它 这个音流就是它 它已经到达了你的身心 跟你合为一体 它不会从天降下来 它不会说 但是这就是它 学会没 学会了 最美妙的音乐就是听你词书的声音 甚至可以默词念 可以听到自己在 但是用口词出来 有时候刚开始修行 感觉会好一点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当你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认为是观世音菩萨来临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已经注入这个音流里 你注入这个音流里 你就入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事 这样反复的闻修闻修 你就可以获得观世音菩萨 功德加持的十四种无畏的力量 这个是冷言经里边的 所以我们平时修 我们是南无观世音菩萨 然后看着天 希望它从天上下来 其实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它已经来临了 然后我们要不断地入它的音流海 不断地进入它的身心世界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它的加持 我们获得很多的力量 这就是真正的闻生救苦 是你闻自己持送它的声音 不是它听你的声音 是你听自己的声音 明白了吧 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证得 观听十方圆明的境界 而我们自己的能力还很小 所以刚开始这样修正的时候 我们还不能够从所有的苦难中解脱 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 那么我们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来获得这种力量的加持 那么如果我们修正成功了 所有的声音都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你们这两天修的海潮音 有声无声 甚至于前边修的所有的那些声音 全部是它 它是宇宙的音流海 而且所有的声音 进入你们的声音 全部化成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有像也无像 你不要说 为什么要实现一个六字大明 音流可能是空级的真空生妙有 在观世音菩萨的音流海里 它视线六字大明咒的像 因为它的心咒是六字大明咒 这个还一下你们理解不了 这个要经常修 这个修正对耳根源通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现在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声音 当成观世音菩萨 只能是因为你口念耳听 然后你心里边把它想成是观世音菩萨 整个这合一的这个修法是不一样的 就这边 还有你们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没有问题就看电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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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